再來看到足球 今年九月即將舉行女子亞洲盃的資格賽 六支木蘭俱樂部的臺灣國角也都敘事 待發準備好又用精彩的表現 入選最終名單 而二零二一臺灣木蘭聯賽 將在十號開梯了 今年各隊都加入了新血 還有隊伍是補進了洋將 讓本季木蘭聯賽更有看頭 也讓聯賽的強度提升 為挑戰世界夢想鋪路 一起將手放上獎杯 二零二一臺灣木蘭聯賽 即將在十號開梯 六支隊伍也都到場參加記者會 還分別喊出自己的勝利口號 選手們各個敘事待發 面對每支隊伍都加入新血 想要衛免的花蓮女子足球隊 也準備好要迎戰了 增加一些就是兩名 就是從外隊一路的球員 對 然後我們要針對一些 比較球員性的特點 去做一個發揮 除了聯賽以外 今年九月將迎來 二零二二亞洲盃資格賽 世界盃 女子世界盃 真的是很有機會來參加 那今年九月 我們也爭取到就是說 這個小組賽在臺灣來舉辦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各個臺灣國角們都磨到禍禍 希望能以精彩表現入選 最終名單為臺灣爭光 華日新聞林志淳 廖子宣 臺北報導